历年一度的瑞士日内瓦车展绚丽登场 利用汽车制造商纷纷利用流动池技术来设计概念汽车 创造可能是属于未来的交通工具 没错那最新款的豪华轿车则是同样继续吸引众人的目光 这款概念汽车使用了仅48伏特的电池 就能够让汽车行驶超过1000公里 其他制造商也推出各自研发的概念汽车 当中就包括这辆由日本日产汽车开发的Blade Glider 它不仅是一部零排放车子 还是一辆高性能跑车 速度可达每小时190公里 除了概念汽车 瑞士日内瓦车展上也展出让人目不转睛的豪华轿车 法拉利推出这款速度能达每小时340公里的最新型跑车 而兰博基尼这辆最新款也不成多让 今年的日内瓦车展共吸引了180个参展商 所展出的车型多达900款 车展将举行到这个月19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